蜘蛛为底的窗帮镜头 窗帮1 蜘蛛侠2里 彼得在争分夺秒地送披萨 此时顾客胜购的钟 撞到了2.05分 可等彼得把披萨送到时 时间却显示的是2.03分 难不成蜘蛛侠还会时光倒流 窗帮2 蜘蛛侠三里面包准备夺走幻石的黄钻会员 这里注意看 他的手已经抓住了幻石 然而下一个镜头中 他又做了一个抓幻石的动作 难道紫鼠金事先第一次抓得不够稳吗 窗帮3 蜘蛛侠二里 蜘蛛侠为了救下即将滴入血压的人 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他 另一只手则抓着石头 乍一看没什么问题 但下一秒 蜘蛛侠竟然用两只手抱住了他 看来队长不知隐藏了会有雷神追锤 还小小的隐藏了别的技能 窗帮4 蜘蛛侠三里 暗夜比零星追击匪虎女巫时 我们能明显地看出他的影子在右侧 同理 五二人将军的影子也在右侧 但到了下一个镜头中 暗夜比零星的影子竟然出现在了自己脚下 而我认识军的影子则依然在右边 看来灯光是有打瞌睡的时候 窗帮5 蜘蛛侠三里小格鲁特帮助雷神 捉造暴风战斧 战斧落地的一瞬间是俯刃朝的雷神 但到了下一个镜头中 雷神召唤战斧时 常让他的却是伏柄 难道暴风战斧会瞬间移动 不得不说这些窗帮真有趣 那么你还知道哪些窗帮呢 抖音